昨天是美国的丹尼尔·哈利森先生大喜的日子 丹尼尔的运气不错 娶了一个咱们中国老婆 喜欢中国文化的丹尼尔·哈利森说了 这婚事要按照媳妇娘家的老规矩来办 这不 昨天上午迎亲队伍就敲锣打鼓的到南京市文化大院 迎亲来了 上午十点盖着盆盖骨的新娘跨出了家门 按照规矩 穿着龙凤袍的丹尼尔·哈利森 第一步就是要把新娘抱上花轿 为了表示对媳妇的真心 丹尼尔很想亲自抬着新娘回家 可瞧这模样 丹尼尔看来是做不到了 在武士队的带领下 老外的迎亲卫武一路上吹吹打打 穿过狭窄的闹市和亲近的公园 浩浩荡荡走过南宁市的大街小巷 吸引了不少市民 很多人纷纷偷出手机拍照留念 在公园里沉绵的老人 更是跟着喜庆的唢呐声 翩翩起舞起来 新郎丹尼尔来自美国旧金山 现在上海一家网络公司工作 这次娶媳妇 丹尼尔现学了不少中国话 本宁好和 还有平安国 还有什么 还有 教身规则 执子执小 鱼子 月了 可能是 晚上隆重的婚礼开始了 新郎新娘进场的时候 不但要踏麻袋 还要过火盘跨马安 寓意着传宗接代 红红火火 平平安安 而新郎也要在三件定乾坤之后 才能用衬杆 揭开新娘子的红盖头 一件射天 天赐良人 二件射地 一射一双 这三件 也射地 祝你们天长必久 好 好 你喜欢中国风格的 这非常棒 这是最有趣的婚礼 我曾经去过 中国风格的婚礼 我非常感到的 我非常感到的 我对我的儿子 他在这里很开心 他选择了一个 美丽的婚礼 和一个美丽的家庭 按照中国传统 成家以后就是两口子了 而这双喜自驾 老师的两个口子 就要由这对新人来补充完成了 而当丹尼尔哈利森的父母 按照中国传统入座的时候 梁老也说起了中国话 为了准备这个中式婚礼 丹尼尔参考了很多婚礼录像 实现了这个愿望 他今后的打算就是有个大胖小子 现在我们要做娃娃 有一个娃娃 可能一个男孩 对 所以可能一年后 我们可以回来跟一个小娃娃 所以 我觉得特别幸福 而且我觉得 能够 如果外国的有人 能够愿意来衡量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丹尼尔说了 南宁是他们最喜欢的城市 在这儿他们要给大家一个新春祝福 让大伙分享他们的喜悦 我祝你们 我祝你们 我祝你们很 很好 那个 公年的 快乐 106好田华 新春喜刷刷 狗狗给您拜年喽 祝各位新闻在线的观众朋友 兴旺发达 一望百望 106好田华